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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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家好又見面了 我是謝史隆哥 那有沒有發現我今天的出場 非常不一樣 一個華麗的轉身 對 這就是今天的直播主題 電動轉盤轉轉轉 商品瞬間有質感 漂亮 記起來 記起來 對 那大家可以發現 我們今天的背景又不一樣囉 跟昨天 今天還蠻居家的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後面是一個磚牆 那事實上它是一個仿真背景部 那我們透過一個打光的方式 看起來就像一個真實的磚牆 今天打光的燈好像也不太一樣 對 今天打光的燈光呢 它是使用平板燈 那昨天我們使用的是Skid Soundray燈 它算是比較屬於聚光燈 那這種平板燈的話 我今天是使用兩盞 那我在我的左前方這邊會有一個主燈 那在我的右邊這邊呢 它算是一個補光燈 它會補我側邊的光 以及後面的背景光 對 所以非常的不太一樣 那基本上呢 我們每一次的直播主題呢 接下來呢在燈光上面 跟佈置上面也會有些的不同 OK 就是打算要搞死小編就對了 也不能這樣講啊 那就是讓大家每一次都有一個患然一新的感覺 讓大家都有工作可以做到 對對對 那在直播之前 還是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那現在疫情期間呢 大家麻煩就是戴好你的口罩 請洗手 這樣才能確保就是 疫情不會再下去 防疫小兼兵 對 防疫小兼兵 大家當個防疫小兼兵 那我們在直播之前 你確認一下 現在上線人數大概有多少人了 上線現在目前大概13個左右 13個 好 那我們再稍微等一等 我們大家稍微人數再多一點的時候 我們再來 繼續一下今天的進度今天的主題 今天要預告一下今天 對 今天一樣 就是通關密語 我們先來講通關密語好了 今天通關密語是 謝時直播送好康 那當然 在直播上面 我們也會有今天的直播商品的優惠 那在稍後我們會公佈 那今天主題要不要再備一次 今天主題OK 電動轉盤轉轉轉 商品瞬間有質感 非常謝謝我們的那個企劃 想了一個這麼棒的slogan 但是在狗腿就對了 我想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來 來開始進行今天的內容 好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直播的商品 電動轉盤 我們剛才前面有講過了 好 那在一般上面 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電動轉盤 電動轉盤呢 那當然就是 你需要拍一些環物的時候 或是需要你的商品 它是一個有旋轉性動態的 好 那我們就需要電動轉盤 那今天介紹呢 有兩款 一個是Keystone 好 電動轉盤 好 那它會有分三個規格 一個是13公分 好 然後19 一個19.5 好 它總共會有三個不同樣的大小 好 好 那基本上呢 Keystone呢 它就屬於便膝式的電動轉盤 所以基本上 它非常的輕巧 好帶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有什麼配件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13公分的這個電動轉盤 好 它會附著 它所附的配件呢 會有一條USB的供電線 好 跟一個 所謂的 你要拍攝導引的 鏡面的反射貼 好 那另外這兩款呢 因為它本身 它已經都具備有鏡子了 好 所以它的附件就只有一條 所謂的USB的供電線 那這三款呢 它的供電方式呢 好 不外乎是使用 三號電池 四號電池 或者是1865電池 好 那依照它大小不等去供應 好 那當然他們有共通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都可以使用這條 USB的供電線 那你再透過插頭 或者是行動電源 它就可以做一個供電 那當你要外出的時候呢 外出拍攝的時候 它就非常方便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SKEER的電動轉盤 假設你今天呢 是要拍攝一些物體是比較重的 比較大的 好 那你需要做一個比較精細的一個 環物的拍攝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就可以選擇SKEER 可遙控遙調的電動轉盤 它是可以遙控的 它是可以遙控的 對 那它一樣有三個規格 好 20公分 32跟40 好 那20公分的這個載重是20公斤 那32跟40的這個呢 它的載重都是一樣 就是40公斤 主要差別是在於 它的面積的大小而已 那他們所附的配件呢 然後有遙控器 然後還會有一個 就是變壓器 然後跟一個遙控器的說明書 好 那因為這三款呢 這三個 這三個大小呢 它所使用遙控器 都是使用同一個 嗯 所以基本上在後面呢 我們會做一些介紹 那我們要再進入下一個 就是這些電動轉盤的操作說明之前呢 那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說 今天的直播有一些優惠 那今天的直播優惠是什麼呢 就是你買SKEER的電動轉盤 送你一個Keystone小轉盤 這是買大送小的概念 買大送小 而且這個價值六百塊 所以非常的划算 假設你今天買的是一個 二十公分的轉盤 這個是一千六 結果他就付你一個六百塊的 所以非常的划算 對我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我們這個企劃 那個老闆知不知道這個消息 我們老闆當然知道這個企劃 有什麼問題 反正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是找我龍哥 找龍哥就對了 對 我覺得我們直播可能要趕快 趁老闆看到之前 我們先趕快把它跑掉 反正現在這直播我說了算 我來扛 是是是是是 OK 好那我們現在把接下來 我們再進行下一個 電動轉盤的操作 那基本上我們剛才有講過了 就是他操作上是非常的簡單的 那一樣我們就是重複剛剛 先從Keystone這個部分來講 好那基本上他們的操作方式呢 他大概就是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好譬如說像13公分這個 他操作面板 他就是只有三個按鍵 操作 所以他是走在本體上面有按鍵而已 對他是他跟剛才的那個SKeyer 最大不同就是他 直接可以從他本體上面去做操控 不管是你要調整速度也好 或者是你今天的轉向是要做正向或者是逆向 都可以從上面調整 那大的這19公分的跟19.5的 他們其實操作面板 也都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應該可以特寫的到吧 OK 那像剛才我講過 它是屬於一個便系式的一個電動轉盤 那基本上它就非常的輕巧 那它 因為一般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大多數我們都是在思念 那可能你在戶外的時候 或是在其他地方 我們想要拍攝 要嘛就是你 你所處在的地方 它是需要有電源的 那 不然的話大部分你就沒有辦法進行拍攝 不然的話你就要用手動的方式 那Keystone這個電動轉盤呢 它可以使用 電池或者是行動電源 那它在背面 背面這邊呢 像小這個 它是有 它是使用四顆三號電池 或者是 單一顆的1865電池 那我已經 事先先放了一顆1865電池在上面了 那它一次就是 應該就是選擇一個 對選擇一種供電的方式 假設你今天是使用 三號電池 四號電池 那它就是用四號電池 那假設是用1865電池 就是單一的18650 或者是三號還是四號 四號 四號 小顆的 那如果說你是用 就是USB供電方式 它USB供電的插孔在前方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示範一下 建議不要混用就對了 對它不能混用 它就是只能選擇其中一個 那按鍵上面它其實 大家可以看 它跟剛才大的那個差一點 它沒有開關 那我要怎麼樣的啟用它 事實上其實 這三個按鍵你只要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 應該現在就有在轉 任何一個按鍵都 任何一個按鍵 那當然你要關機的時候怎麼辦 我任何一個按鍵 長按三秒鐘 它就關機了 那它的按鍵分別就是 我又靠近我右手邊這邊 它上面會有一個 英文字R斜線L的這一個 這個按下來之後 它就是可以讓你選擇 順向或者是逆向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調整速度的時候 對像這種比較小型的 它的調整速度就比較少 像小的這個呢 它是可以調整到三個速度 快 中 慢 它一共有三個速度可以選擇 或者是你要選擇你每一次轉的角度 它有60度90度之類的 它可以去做調整 那如果說你現在不用了 那就是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長按 那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需要拍攝一些商品 它是需要有 就是有印射有導射有反射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附了這一張 鏡面的反射貼 它是一個鏡面反射的貼的貼紙 把它背膠移除 那移除之前它移除之後 我們再把它對準 我們的電動轉盤再黏貼上去 那前方這邊它會有一個透明膠膜 再做移除掉 它就會有鏡面的產生 那假設我們今天是要拍攝的是9屏 我們就可以放上來 那它就可以開始拍攝 那如果說其他款的話 因為它本身它就附有鏡面了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像剛剛那樣子 就是再貼一個所謂的鏡面反射貼 那我們今天要拍攝的東西 就直接放上來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放斜斜的好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反射出來的樣子 OK 那像我手上黑色這一款呢 它就是19公分的 那這個就比較單純 這個在操作的時候呢 它就是有分 就是快跟慢而已 它這個就有開關了 它的開關就是可以去切換 那一樣呢 它也可以使用USB的供電方式 那大家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在拍攝的時候 我不需要這個鏡子 那我要怎麼辦 那你們可以利用這一個 MT膠帶 它是屬於紫膠帶 那不纏膠 那我們會請小編這邊呢 把紫膠帶的連結 放在我們的留言區 那它一共有黑白灰三個顏色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單純 想把它的鏡面貼掉 那我們就是可以用單純的黑色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拍攝商品的時候呢 你是希望可以做一個去背的效果 那就會建議你用灰色或者是白色 那使用完之後再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 那它是不纏膠的 剛剛有人在線上問說 要挑選這個轉盤 因為那麼多種 就是怎麼樣才可以知道 這個轉盤適不適合我 看你要拍攝的商品 如果說假設你今天的商品 是像這種比較小一點點的 或者是你只是要拍攝它的一般的連續轉動的 那我們就會推薦KissDone的電動轉盤 因為最主要是它的載重大概 像小的這一個13公分 它是載重3公斤 然後另外那個19跟19.5的 它是載重10公斤 也就是10公斤以下的 它都可以使用 就是要放的東西的大 那因為剛才我有講過 就是它們的轉速 大概就只有分所謂的快慢 或是快中慢 就是兩速或三速去做調整而已 對 然後 好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講到9屏 那有時候你可能拍攝的東西 它可能是球狀物 或是會滾來滾去的商品 那這時候你就需要 黏土 好 我手上這一個它是一個商社用的黏土 那它有分綠色跟白色 對 那為什麼要做成綠色或白色 那當然就是方便你到時候 在拍攝完之後 可以輕易的做去背的動作 清除的動作 它會有這兩款 好 就是綠色跟白色 對 它其實還可以做很多用途 就是把它貼這樣 就是把什麼東西 它算是一個萬用的黏土 那你要固定商品 也OK 或是固定其他東西那也OK 好 那最常用 我們現在目前 如果商社的話 它就是拿來當成是一個 就是商品的固定使用 好 總共你今天會 因為示範比較重的東西來 來 會啊會啊 待會兒因為我們剛才講過嘛 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SKIR 它是屬於一個載重比較高的轉盤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今天就是 我們要主推的SKIR轉盤 那它是可以調整速度 然後再來就是載重高 可遙控 好 那 小的這個我再重複一下 它的載重是20公斤 好 那中間這個是32公分的 它是載重40公斤 那最下面這個是40公分的 這個載重是一樣也是40公斤 主要是它的面積的大小 因為有時候你的商品 有可能是比較大件的 好 那 我先由32公分這個 因為它本身它載重 它就可以到達40公斤了 好 那它需要就是使用BR7來供電 那我先 就是把BR7先插起來 好 那像 有人有問說那個 就是它可以當作一般的就是 那種一些 一些店家他們就是拿來 純粹當作展示轉盤 讓它一直轉這樣子 呃 你如果要當成一般的那種 展示轉盤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剛剛我們的 Keystone這個 為什麼 對 因為它第一個小 第二個它 因為大部分都是擺在櫥窗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鏡子 所以在做一些 櫥窗擺設的時候 它會是比較漂亮的 對 就是以外型來講 對對對 那因為 如果說以Skier來講 因為它體積第一個比較大 然後 基本上 它也是以白色為 為底 但是基本上兩個系列它都可以 就是一直讓它 對如果說你要讓它做連續旋轉 那當然是OK 可是大部分 因為我們是放在玻璃櫃裡面 所以 我們玻璃櫃會關起來 那你如果說用插電的方式 它可能就不是那麼方便 那最重要是因為 Keystone這個 它是可以使用電池 了解 對 好 那 像大的這個 它就會有所謂的開關 好 那它的遙控器 我們找一下它遙控器 OK 它遙控器 它本身它是用兩顆4號電池 它就可以使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開關打開 打開 打開之後它會 會有一個啟動 好 那基本上 它會進入 進入一個自動旋轉的模式 那這時候就是我們只要按 暫停 它會停止 好 那因為它操作方式就是 不外覆就是 你可以連續旋轉 好 那你要 正向旋轉或反向旋轉 有OK 好 那如果說假設好 好 我現在 再來一次它開始旋轉了 好 那如果說我們覺得它速度不夠快 或是不夠慢 那我們可以透過它的加減鍵 去做調整 好 這樣速度就會有比較快了 好 OK 好 它就可以挑選 比如說 它上面這些數字 就是你拍攝的張數 比如說我360度要以兩張拍完 那我就按2 它每轉的就是180 好 那或者是你要拍到最細它是到96 好 就是360度你要拍96張才會拍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準備一個小道具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小幫手 來幫忙一下 我們把我們的電腦 放上來 好 假設你今天 這道具還真小耶 對 好 OK 我看你好沒有 你是 好 假設你今天 是要拍攝電腦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電腦這個iMac應該 少說至少也快 快10公斤吧 好 那我們可以來示範一下 好 那它在轉動上面 它依然還是很順暢 好 那我要讓它再快一點 也一樣 或者是慢慢的旋轉 OK 慢速它一樣也是 旋轉的非常的順暢 就像我們今天的slogan一樣 電動轉盤轉轉轉 商品瞬間有質感 所以是 每一次你背一次 我們就會給你是鼓掌 OK 好 OK 我先把它暫停 好 先把它關掉 好 那我們再請我的小幫手 再把它移除掉 欸我記得龍你昨天 介紹那個 那個仿真背景板 對 那你可以一起用嗎 可以啊當然可以啊 假設你今天拍攝的商品 好 那你是希望在一個 實景下面去做拍攝 好 那我們就可以用 沿用昨天的那個仿真背景板 那因為昨天的仿真背景板呢 它是屬於60乘60的規格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建議你 使用像Skier這個小型的 好 那我稍微把這邊 桌面稍微移一下 欸有 有人在問說 那個那個 載重40公斤那個啊 它 就是 人站上去 會不會有重心的問題 如果是要低於40公斤啊 會不會有重心的問題 對 假設呢 好 因為它可以載重到40公斤 那基本上其實我們也有測試過 因為之前我們有同事 它是屬於 比較嬌小的 體重比較輕的 那你只要是在低於40公斤以下的 站上去 基本上它不會有什麼問題 現在還有這樣的同事嗎 欸現在沒有了 現在的 因為大家都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分流 大家可能吃了比較多 體重都有明顯的增加 好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小幫手 再幫我們把昨天的仿真背景板 再放上來 那不管是放上SKIR這個20公分的 或者是我們剛才這一個 比較小的13公分的這一個 我們在仿真背景板上面做一些旋轉的拍攝 它的瞬間的質感就看起來會比較好 我們再把我們的酒瓶請出來 OK 那我再讓它旋轉一下 大家可以請小編這邊再take一下畫面 那這樣你在 因為畢竟有時候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有一些的素材去襯托 好 那你在旋轉的時候 有一些背景 那看起來就會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今天我忘記cd2G 所以麻煩到那個 線上的觀眾可以自己隔放一下 好 現在隔放不夠大是不是 自己可以隔放一下 明天我們立即改進 對對對 好 我現在再把它暫停 OK 因為現在這個方向不好 OK 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直播的主要商品 好 那我再呼籲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的通關密語 是謝時直播送好湯 好 那 那個 mysgear轉盤呢 它會送Kidstone小轉盤 好 那如果說你有線上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我們的服務中心 或者利用我們公網的右下角 好 會有個即時克服 他可以馬上立你 為你做解答 好我現在開放問題 來 看現場有沒有 看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要問一下的 有嗎有嗎 好來喔 我問一下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那個如果是花瓶啊 嗯 花瓶你會建議用哪一種 就是比較大概大概是 大概是50公分高的花瓶 好 因為花瓶其實還是要看材質啦 好那當然就是如果是花瓶的話 我通常會比較建議你使用 比如說像 32的 甚至到40公分的 因為有些花瓶它的底座比較大 好那我就會建議你可能用比較大的 那個40公分那一個 好 因為他們載重都有到40公斤 好 那當然還取決於就是你上面有沒有裝水 或是放花之類的 因為那些都會增加你的體重 如果說你是只有單純的花瓶 那應該 32的或是40的其實都可以使用 剛剛有一個客人他對那個 我們的那個背景布滿有興趣 他問一下那個背景布是可以燙的嗎 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仿真背景 因為它是布 所以 平常我們在收的時候 它一定是折收的方式 那它一定會有所謂的折痕 就像我們衣服折過它一定會有折痕一樣 那會比較推薦就是 如果你有所謂的那種衣服的掛燙機 你可以在使用之前 就是用那個掛燙機稍微燙過 讓它比較平整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現場 好 那我們可以請小編轉向 就是因為我們現場是用背景架的方式 你這是要搞指小編對不對 你今天只有一個機而已耶 好 轉一下畫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們是利用 用那個背景夾 大力夾 把整個背景布拉撐 好 那讓背景布看起來是比較平整 好 那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好 那可是這樣的方式呢 你就必須要 在你拍攝之前的可能 前一天 好 或者是 就是 你是下午要拍攝 那可能建議早上的時候 就把整個場景架設好 那這樣它的背景就會比較平整 欸 有 那個 有客人在問說 因為他之前可能有用過那種 用反光壓克力板 導引板那種的 是 可以試一下 轉起來的感覺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可以 那像我們剛才講過就是 因為SKID這款 它是沒有所謂的 就是導引或是近色的方式 那如果說你剛好想要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這種 壓克力板 好 那它壓克力板像 謝斯這邊也有販售 它是以黑色跟白色兩種 好 那我一樣再把電接起來 可以轉一下看看 好 好 好 稍等微笑 因為 對 好 然後這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是黑色的 那因為 像這種壓克力板 好順便再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使用這種鏡面 壓克力板 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其實算是一個耗材 好 那它能不能 壽命夠不夠長 就看你對它 就呵護性夠不夠 好 因為它其實 基本上它表面是非常怕刮的 所以每次在使用的時候 就要稍微注意 好 那如果把黑色疊加上來 其實也OK的 好 基本上看你是要用黑色或白色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我在這邊再把它關掉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對 對了 那個順便跟大家講 因為可能 大家一定會想到說 如果我今天要拍黃武 大部分拍攝都是所謂的 GIF檔具多 那假設我今天要拍一個像這樣 GIF檔的拍攝的時候 那尤其是 是個新手 我要怎麼拍攝 那基本上呢 其實在我們的 謝遲講堂那邊 我待會請我們的小編 把它放在留言處 它會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拍攝的教學文 它從燈光的佈置 那應該要怎麼調整 然後以及你架設方式 那你調整的那些 使用哪種軟體 它會一一的寫得很清楚 在我們官網上面對不對 對在我們官網上面 那我會請我們的小編 再把它放在我們的FB的連結上 那當然如果說 你是透過官網的話 那你就是可以到 我們的官網的 謝遲講堂那邊 去做點選觀看就可以了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客人 一個很好學的客人 他問了好多問題 他想看那個 我們最小的那幾款轉盤 能不能轉得動那個 那個導音板 你說最小的這個嗎 對 最小的這個 OK啊當然沒問題啊 因為最小的這個是3公斤 3公斤對 會不會有點吃力 吃力上應該是不會 只是說你在放置的時候 可能就要把它放置好 這就會有重心的問題 對對對 我先抓一個大概的位置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樣還是可以轉動 那也是還蠻順暢的 因為基本上它只要是3公斤以內的 那當然因為 本身這小轉盤 當然就是它的載重數比較低啦 所以我們如果還是會建議你 就是使用比較高的載重的Skyl 因為可能要把就是它板子的重量 跟你要放的東西 在重量 對對對沒錯 然後再加上 因為有時候 因為你想說它板子現在變比較大了 那我可能不小心 把你放的東西 超出你的範圍 基本上它放置的位置 還是要在它所謂的中心點上面 因為如果你放偏了 那它就是長久下來 它有可能轉盤損耗性就會比較快 好 就是龍哥 今天的優惠再來 好 今天優惠就是買Skyl的電動轉盤 它就會送一個Keystone 13公分的小轉盤 好 那非常划算 這個價值是600塊 好 那當然就是 你要私訊我們的小編 好 或是在我們的官網的即時客服 留下你的姓名跟電話 那在一樣在六點之前下定 都享有這優惠 好 那 一樣順便預告一下 明天一樣在四點 我們會有直播 好 那明天的直播呢 燈光的內容背景又會不一樣的 那真的是 你是真的是跟小編有仇對不對 好 也不是啦 因為 就是要突顯我的個人風格 所以每一次我都要變換背景 變換燈光 好 一直強調一直強調 好可以 欸 等一下 又有問題是 又有問題 好來來來來 他想問說那個 那個每個轉盤的供電方 欸剛剛不是有轉盤 沒關係我們再繼續幫客人解說 他用供電的方式啊 好 哈哈 來我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 可以的可以的 這個服務我們一定要做到底 好我現在剛好手上拿的這個是SKIR的電動轉盤 SKIR電動轉盤它的供電方式永遠都只會有一個 它就是使用變壓器的方式去做供電 因為它是屬於高載重的 好 那可是它的操作方式 它就是使用遙控器 好 那如果是Keystone的 因為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了 它是屬於一個攜帶型的 變系式的 好 那它是屬於比較輕巧 那它供電方式就比較多樣性 好 就是你可以用4號電池 好像小的這個它就是 4號三顆 4號電池三顆 或者是單一顆18650的電池 好 然後或者是在前端這邊 它會有一個USB的供電孔 好那你可以透過它所附的這一條 USB供電線 使用行動電源也好 或是使用我們所謂的豆腐頭 都可以進行供電 那這樣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嗎 好 好像差不多問題差不多 那明天的直播會跟什麼關係啊 明天的直播會跟收音有關係 那尤其大家現在其實直播不外乎 就是你的畫質啦燈光啦 那明天我們會講到 剛好要開箱一個新的收音的 無線麥的系統 那可以跟大家來這邊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明天的收音呢 我們也會用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好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直播 那有什麼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服務中心 或者是到我們的線上客服 好那明天見囉 拜拜 來吧 好 好 好 謝謝 OK 好